好,那這個地方呢 順便跟大家稍微介紹一個 就是語音輸入的部分 其實現在有兩種 一種是用講的變文字 那也可以顛倒過來喔 你已經有文字了 可是我覺得 我的聲音沒有那麼優美 我就把文字讓機器人唸出來 也有 只是那一篇文章我還沒有寫 好,現在有很多這種線上符啊 在這邊呢,你可以看一下 其實這個效果事實上是還蠻不錯的喔 在這邊喔 有 這兩個 你用Google文件也可以 用Speechnote也可以 那我是個人是比較喜歡Speechnote 所以你進到這邊之後呢 只要選好你的語氣 按下這裡 允許麥克風 這樣我就會靠近一點 直接就可以把我們的 這個 講的內容 就變成文字 相信這樣 絕對 比你一般的打字速度快一點點 還OK嗎齁 好了,萬一有錯的 如果是用自己算3一下 對不對 那當然這邊沒有 沒有所謂的標點符號 就靠右手邊喔 有看到了吧 所以滑鼠還是有用的 你講逗號啊 他就沒有用啊 所以平常我會像這樣子 所以你也可以 有空的時候就錄好一段啊 用講的 錄好一段 播給什麼 播給他聽啊 因為我每次講一定會不一樣啊 我們每次講沒有辦法百分之一一樣啊 你又不是機器人 但是你如果先錄好音 我就把那個 錄音的播放喇叭靠近我的麥克風 對不對 他就繼續辨識他的 你就不要一直跟他生氣嘛 跟他生氣也沒有用嘛 都怎麼辨識的那麼爛 不會啦 其實這個辨識還好 因為他會做兩階段的辨識 就是除了你剛剛看到其實的辨識之外 他只要是一段 一段講完了 他會再做一個整體語役的辨識 最後做兩次辨識 所以大部分 常用的應該都OK 常用都OK 甚至你如果第一次辨識不OK 你可以再做第二次辨識 常常有時候第二次效果會比較好 如果說真的第一次差太多的話 這個也會有差 那好了之後你就可以直接複製好 就看你要放到哪裡去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是所謂的語音輸入的部分 其實真的不會比我們用講的慢 OK